S-Voice 那S-Voice是其中一個在發表會的時候特別有提到的功能 因為作為一個跟Siri競爭的對手 很多人都把它當成是一個超Siri的一個產品 就是一個copy cap的樣子 雖然的確是有這樣的一個銀子在這裡 但是比較難得的是 傳方沒有很怕熊子的聲音或者是一些批評 而特意的把這個功能由 不能夠說是由iPhone1到XS3上面 但是總計是把這個功能做出來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很有膽色的做法 那開啟這個S-Voice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當然就是在程式列表裡面打開 另外一個呢就是按兩下主意按鍵 就可以開啟這個S-Voice 那一開始之後呢它就會直接聽使用者的聲音 可以看到這裡 那當然我說普通話或是說過於的話它是沒有 I'm not sure what you mean by just a test 那所以它就是當然聽不明白我的說話呢 那所以它就是當然聽不明白我的說話呢 因為呢在目錄裡面可以看設定 設定裡面有提到這個語言 是不能夠支援到中文的 所以我們就只能夠用英文跟大家溝通 所以在這裡可以看到我們是可以選擇 是不是要用這個Double Tap Home Button 這個S-Voice來開啟這個S-Voice 那然後下面還可以把一些不雅的字眼去把它隱藏起來 另外呢有一些Auto Dial就是打電話跟 會不會可以開啟這個揚聲器的一些功能 然後呢這裡就有一個Vicor Command Vicor Command就是一個用語音來打開S-Voice的一個功能 那在第二個選項呢就是Samsung Lock裡面開啟 這個功能呢就是這樣使用者在鎖定螢幕裡面 可以利用語音解鎖的方式去開啟這個S-Voice 那它的設定是怎樣的呢 就是直接在這裡設定 那這個設定我們在鎖定螢幕的介紹裡面也有看到過 那就是可以第一個就是Vicor Command S-Voice 然後四個就是可以自己去制定的一個功能 那就是可以利用在鎖定螢幕裡面的一個語音的系統去開啟一些 或者是執行一些功能吧 好像可以用來解鎖或者是開啟一些特定的功能 那設定好以後呢 設定的方法呢 是首先選好要做什麼有這些可以選 好像是開camera 然後就可以去錄自己的聲音 在20-30CM以外去跟它說話 然後就可以將這個Voice Command設定好 那我們來試一下這個Voice Command的功能 好像是我們要讓S-Voice聽我們的說話的話 我們可以跟它說一個語音指令去讓它開始聽我們的說話 好像是 Hey What's the weather today? A brief shower or two today The current temperature is 33 degrees 那可以聽得出來它的聲音是比較機械化 沒有Siri那麼像一個真正的人 雖然是這樣 但是在一般的語音操作跟一些溝通方面也是可以聲音的 勝任的 所以呢 雖然還是沒有這個中文的支持 但是我們覺得還是可以用的一個功能吧 MING PAO TORONT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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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